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山 今天要講的新聞女主角 就是前AV女優瑞花 今年35歲的瑞花 已經改回她原本的名字 她原本的名字叫做夏村愛 夏村愛2004年改名瑞花出道 成為AV女優 出道四年在2008年年底引退 而在2015年她由瑞花這個藝名 改回她原本的名字夏村愛 繼續活躍在日本演藝圈的工作 瑞花透露過她一輩子都不會相信愛情 而問到她最喜歡的性行為 她表示是江交 因為她喜歡被撐開的感覺 其實瑞花的身世非常可憐 她曾經在一個日本專訪節目中 提到她家裡發生的事 她說她兩歲父母已經分開了 而她一直跟著她媽媽生活 她說從世之大 見過她媽媽有很多不同的男朋友 而她說她多次被她媽媽不同的男朋友 升侵、虐待 但她說她媽媽一直都視而不見 令她過著一直黑暗的童年 她說她一直的夢想 就是做一位出色的女演員 但結果被聲探有騙 她說當她簽了合同之後 才知道她第一套幕前演出 竟然是一部色情的電影 她說當時一窮二白的她 根本沒有能力 負擔得起違約金 而且當時離開了家庭 沒有工作的她 始終都是需要金錢來生活的 所以她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完成了她第一套的作品 她說初初想盡快完成合約 就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 但沒想過她的影片大賣 而且吸納了很多支持者 而不斷的演出和她片酬的上升 令她自己都不自覺地 接受了自己是一位AV女優的身份 她說直到2008年 有一次她完成了一套AV作品 而完成了作品那一晚 她說她睡不到覺 原因不是那一天的拍攝 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令她覺得羞辱或者不開心 反而是她完成了這套作品之後 她的心竟然有一種滿足感和喜悅 但她說這種感覺 令她喚醒了原本未入行之前的自己 她說她本來的目標應該要成為一位出色的演員 她說她接受不了自己這樣下去 所以2008年宣布要正式引退 而在2015年改成自己本身的名字 夏川愛 她為了自己的目標 成為一位出色的女演員而奮鬥 而且坦白說 如果小片要選一位平成年代我最喜愛的AV女優 我的選擇第一位必定就是瑞花夏川愛 今天要講的新聞女主角 有關瑞花夏川愛暫時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希望大家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個小時 我們下課堡 在 significant時間裡 活動 我們下課堡 請 我們下課堡 請 我們下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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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下課堡 我們下課堡 我下課堡 我下課堡 High課堡